今天我們來到Campage EVO的家房 主要是拿EVO 150 去玩 現在我們有Campage同事一起上去 有一個板友到家房,一起走 第一位板友,鍾田兄就是現有的 AV 玩家 他想簡單就可以做到昇華分家 所以這次我們帶了 EVO 150 他用現有的擴音機PU就可以玩到昇華分家 我們終於到家房板友的家 鍾田兄就是我們第一位試玩的板友 鍾田兄你好 知道你在我們76 都做板友,其實不是很久 做了多久? 其實年半左右就快兩年 年半左右兩年? 其實我們76 都玩了十多年 為何這麼遲才進入我們的世界? 因為疫情不能去戲院,所以就留在家 真的因為疫情關係 疫情關係,所以你本身都沒有玩家 沒有的 然後就上來吸毒,就吸到現在 對,就已經中了 但我看到你本身的器材都很齊全 我看到有一對很大的坐地喇叭 然後有一個50 吋電視機 另外有部AVM,還有一個中置 另外也有一個反射的喇叭機 這次你想玩我們這個翻鬼玩的原意 其實是想玩些甚麼? 就是將這套的,因為是看電視機 現在就想直接影音分家 做了聽歌 做了聽歌,即是試試聽歌的器材 不要用AVM聽歌的效果是怎樣 這次適合了 因為這次這部ALL IN ONE EVO 150 已經適合你的要求 一部過又細部 我自己也是在影音上玩了這麼多年 其實真的AVM聽歌和一個純聽歌的擴音機 是兩個世界的 今天我們就可以得到Cambridge Audio的師傅 幫鍾田兄來這裡慢慢設置 這樣就用回你的前置喇叭嗎? 好,可以 OK 好,不要說太多我們,一起開自喇叭 好嗎? Matt,我想問一下現在你怎樣幫鍾田兄 接駁這個EVO 150 我們會將安喬的AV Bypass 9 噴 接駁到EVO 150 OK 就由EVO 150 負責去推動前置喇叭 OK 好 接著當然要接駁一條小線 因為它有一個LASS 裡面也會有歌 這樣就可以經過EVO 150 去拿回LASS的歌 前置駁,就接駁到本身的前置駁 對,接駁到LASS 對,看電影的時候也能使用 兩聲道可以怎樣玩呢? 玩Tone Channel經EVO 150 首先你可以下載我們的APP 3Magic的APP 你本身有一個LASS 有,有LASS 你可以經EVO 150 拿回LASS的歌 就用我們3Magic的APP 在這裡 你已經看到LASS裡面的內容 你在這裡選擇 到時你就可以拿回LASS的歌 另外一個玩法 就是可以玩到MKA CD CD 碟 因為我們本身EVO 是內視了一個MKA 介碼 你只要駁回LASS 藍光機、CD機 你都可以玩到MKA CD 碟 你可以用Title原新的APP 用Title Connect 去同步EVO 150 連接 你所有東西都可以在3Magic 都可以控制它 例如大小聲 所有設定 例如電腦、電腦、電腦、電腦 你都可以在3Magic 的APP 可以控制它 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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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在這裡 已經調教好中田兄 如何玩好影音分家 以及EVO 150 如何控制 我們影片尾 也會由中田兄 自己分享 這兩星期之後有什麼得著 現在我離開 不過你看看 雞丁不斷 我看他好像也不想離開 不管了 我現在先去吃飯 接著我們在下個版友再見 今次第二個版友 就是想在家 添置一個三花 或者是二頻道 他自己什麼都還未玩 今次我們這個回歸灣活動 可以幫他試一下 如果在家中添置一個 簡單的二頻道效果 究竟會否符合到他的要求 我們一起上去看看 今次我們就到了Noise兄的家 話說Noise兄 在我們福岡上是一個 新會員的帳 但是我剛才跟他聊天 原來你都不是全新的 今次看到有一個視網活動 就是想試一下 究竟我家是否懂得入兩星道 這樣就慘了 但我看到你其實 都未算是全新的 即是全全全不懂 因為都會有一些 天龍小的迷你音響 再駁了一條被動式的三花 這個玩法其實都不是普通人 會玩的 那會有人指導你嗎 全靠我爸爸指導 原來有爸爸的避陰 沒錯 但你聽起來覺得怎樣 現在這個狀態之下 純粹是好過用電視機的喇叭 即是有聲音 有些基礎 我看到你的設備 其實都已經有一個不錯的底子 因為你有一部OLED的電視機 一會兒我們就會找到 Campage Audio的師傅 一起和你安裝一個 EVO 150 一個全能的合併式扣音機 加串流機 加所有東西都在裡面 很簡單的就幫你連同 EVO S的喇叭 放在你這裏 一會兒我們就可以試試玩 好 首先你要下載一個 我們EVO音力的App 叫Dream Magic 你又看到主頁 音樂庫和電台 另外一個設定 你不同的input 你可以在這裡選擇 譬如是optical 譬如是藍牙 我們這部機器 支援Tidal Connect 和Spotipa Connect 大小聲可以在這裡選擇 它可以同步 可以控制大小聲 譬如在iPad 或者在Tab Lab iPhone 你都可以下載這個App 去試試 另外它這部機器 都支援AirPlay 和藍牙 還有它的藍牙是相向的 舉個例 如果你有藍牙喇叭 在房間 又或者你有一個 True Wireless耳機 你晚上聽歌 不想吵到家人的 你可以將它的訊號 丟出來 在你的藍牙耳機上聽 現在最多是玩的DXD Wave Flat MP3 這些它都可以 認到就顯示出來 即播放 今天和Eric 全新做了一個 新的影音向家庭影院 既可以用電視的ARC 放到EVO150 做回傳 聽到Netflix 和DXD Plus的聲效 另外也教了它 玩一些2channel 的心得 剛才看到Mac 都幫它調整 對黃大衛 拿回一個最美的焦點 在他自己的梳化位 現在看到他們 都在不停地說 和聽著歌 我們也會放一套機器 兩個禮拜等 Eric自己慢慢玩 可能片尾也會有 Eric的分享 看看他這兩個禮拜 玩完之後的感受 2 weeks later 首先 多謝了Post 76 和Campage Audio 借了這部EVO150 給我 去玩一個 影音分家給我 我試了很多 2channel 比較多 Title Larsy Spotify Apple Music 聽出來 真的比我用AVM 是細緻度 分析力 都是多了很多 聽多了很多細節的東西 另外在聽歌的時候 都用了自己的喇叭線 問朋友借了一條 比較漂亮的導韻線去聽歌 發覺聽出來 原來是比較漂亮的線材 會 EVO 再夾到KEEPS 那對喇叭 聽多了很多細緻 尤其是控制高音的 沒有那麼吉爾 以及中音出來了 細節位 樂器 人聲全部出來了 亦都用了CD機去玩MQA 聽出來就用普通CD 以及真的有MQA的CD 都會出來的音樂 所以都會細緻 聽多了很多不同的音效出來 另外也有用Move 有用到Apple Music 到AirPlay上去聽 所以都很方便 這部EVO 150 首先一定要多謝Po76 和Campbridge 今次搞了這個合作 讓我可以在家裡試玩到一套音響 玩完一次之後 我就會拿去和Samba 做比較 我覺得兩聲度出來的聲音 的確是會感覺上面細緻一點 都比我想像中 適合在一些家居駕具上使用 不一定 就要聽到藍匯立體聲 這樣才為之是好的 還有如果在家裡 平常聽音樂 去舒適這樣用的話 都是非常之細緻 人聲很清楚 亦都聽下去是很舒服的 所以試玩完這一套音響之後 接著我都心動了 最後決定買一套EVO 150 和EVO S 放在我家裡 作為我新玩家 第一個音響享受的產品